十号仅凭一根手指便将紫日天君的书童碾压 但紫日天君仍认为没有融合谷种的时候 不堪一击 书接上回 当曹宇生与小兔子等人返回天神书院后 凌压力齿的小兔子对着嚣张的书童便怒骂起来 你算什么东西 区区一个书童也敢和荒叫板 就像你这样的货色 搁在几年前早被我们吃掉了 书童文言脸色大变 最近几年跟在紫日天君身边 哪个敢和他这样说话 全都对他毕恭毕敬 何曾想今日被一个小兔子这样呵斥 简直就是奇耻大了 然后他叫嚣道 我承认荒过去很强 但现在算得了什么 他连一颗完美的种子都没有 未来成就注定涌现 魔女笑着说道 我虽然不知道这两年在十号身上发生了什么 但可以确定 他现在照样能够一根手指碾压你 后面三千周的修士们纷纷附和道 没错 一根手指就能压死你 这一刻十号觉得心中有股暖流流过 经过了那么长时间 曾经的故人依旧会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 那书童已经被气炸了 他怒斥道 我看究竟谁能一根手指压死我 十号冷淡地说道 如你所愿 然后他探出右手食指向前点去 速度不快 但沉重如山 书童瞳孔收缩 本能告诉他现在处境非常不妙 可却必无可避 任凭他浑身发光 释放出各种宝树抗衡这根手指都毫无作用 最终那根手指压落到了他身上后 书童体内传来了骨碎的声音 他大口喷血 接着整个人便横飞了出去 十号紧紧一指 对方的胸部就已经塌陷 其他部位也扭曲得不成样子 难以想象他刚才承受了多么可怕的一击 整个人像是要瓦解了一般 正如魔女先前所说 十号一根手指就足以压死他 众人压血无声 要知道那个名为子童的书童可不是一般人 追随在子日天君身旁 平时得到的好处无法想象 可以说就算是在两院中 书童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称得上一代强者 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依旧被人一根手指碾压 这是何等的恐怖 尤其是先前不少人都猜测 没有融合古种的十号 已经走向了末路 可他出手之间依旧彰显出无敌之姿 让人有些难以置信 不远处观战的蓝仙开口赞叹道 真是好手段 以原始真解画府为奇 唯有真正理解透彻的人才会有此造谣 从蓝仙的话语中 众人才得知了十号动用了是何等妙术 关于原始真解 在少数顶级古老的大教中有收藏 一族继承人多半都有机会研读 不此不算绝对秘密 不过在这个年龄段 很难将其尽数参悟透彻 此法入门还不算最艰难的 最可怕的是后面 想要真正钻研通透 就是一些老古董都束手无策 但十号通过几次闭关悟道时 触动了原始真解的奥妙 并将其铭刻到了第一朵大道之花中 所以远比其他人理解的更深刻 不可想象 紧接着紫日天君也说到 传闻哪怕不修炼宝术 只要将原始真解参悟到最高境界 也能以最原始与普制的古文败进朱迪 其他人纷纷震惊 这两位强者是在认可十号 赞扬此法的高深莫测 紫日天君继续问道 石兄 我还想继续说一遍 你当真没有得到一颗完美的种子吗 十号依旧坦然回答 没有得到绝世古种 紫日天君摇头叹息道 真是让人感到遗憾 像石兄这样的人天纵神资 却没有无暇到种 错过了人生的极致辉煌 原本我还想与你一战了结心愿 现在看来你让我失望了 在紫日天君看来 没有得到谷种的时候 已经失去了与他一战的资格 根本不配作为他的对手 那位被十号碾压的 书筒苟杖人士的叫嚣道 主上若是出手 自然可以镇压一切大笔 区区一个荒 他绝不是天君的对手 先任中的不少人也纷纷附和道 天君强决 盖世无品 小兔子听到有人轻裂 十号气呼呼地说道 什么乱七八糟的天君 我们可从未听过 当年十号傲视群雄的时候 怎么不见这些牛鬼蛇神出来 现在都觉着自己无敌了 还自称天君 真是够不要脸的 十号倒是无比淡然 他问道紫日天君 不战一场试试 怎么知道孰强孰弱 紫日天君并未拒绝 而是回应道 我知道你在天神境最强 那么你我就在天神境对决吧 而后一轮紫日悬空而起 神艳腾腾 笼罩虚空 里面一道模糊的身影 散发出盖世神威 早就传闻说 鸿蒙紫气种在仙谷 就被称为无敌种 历代与此种融合的人 都是世间最强战力之一 可以说是精彩绝艳 留下了太多关于此种的传说 而此刻 所有人都在盯着那轮紫日 恭敬而敬畏 另一边的十号平平静静 看起来有种出世的气息 但却少了些霸气 此刻众人目光都聚集在了紫色大日上 看着那位神威盖世的天君 除了曹雨生与小兔子几人 很少有人在关注十号 因为大家心中都有定论 今日十号必败 哪怕他曾经辉煌无敌 很快也会沦为紫日天君的踏脚石 紫日天君冷漠地说道 来吧 天神镜一战 让我看看你曾经究竟有多强 是否言过其实 曹雨生与凤舞等人 纷纷露出担忧之色 哪怕是天神镜对决 也是极凶难料 毕竟对方已经融合了一颗完美的种子 身体得到了全方位的净化 即便是整体实力压制到了天神镜 依旧要比没有融合谷种的十号强很多 十号对他们笑着说道 无需担心 而后举步迎向那轮紫色大人 仙院有人嘲讽道 就凭他现在的实力 还真敢迎战紫日天君啊 那些曾经被十号暴打的人 则是幸灾乐祸地说道 他毕竟是慌骂 曾经的年轻至尊 无论如何都要死战到底